好 下午好 欢迎来到星河工作室 我们今天主要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时间轴面板里面有个自动音乐 自动音乐 好 我们首先加一张图片进来 加一张图片 好 加一张图片进来之后 我们点击自动音乐 自动音乐 大家看 我们第一次安装的时候 它需要我们进行一个更新 我们这里面有两个 两个是免费的 免费的 我们可以免费进行一个安装 直接选择路径之后 默认路径 然后安装 进行一个自动安装 好 那正正进行一个安装 Ready to install 好 总共有46 好 安装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以后的话 添加我们的一个文件 一个图片 都可以添加我们的自动音乐 它自动给你匹配一段音乐 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的类型 自动匹配 当然你也可以去网上进行一个下载 去网上进行一个下载 下载的有点慢 好 现在基本上已经下载完了 我们关闭 关闭 好 我们刚才这个地方是灰色的 是不能够加入到时间轴的 现在可以加入了 我们现在点击 它这里底下有个自动匹配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图片就这么长 如果不点的话可能它比较长 我现在点一下 它会跟我们这个图片 这个长度一样的 好 不对 自动匹配 我先给 关掉 从这开始 好 好 现在已经加上去了 好 我们来试听一下 好 我们现在已经有自动音乐了 它是自己添加上去的 自己添加上去的 我们这里可以选 选择它的样式 什么样式 还有 这边也可以自己进行一个调整 试听一下 然后这边还有各种 它的摇滚还是什么的 还有很多种 我们可以自己选 然后这边有音乐 这有很多 我们这边自动音乐 都是自己 它就自动匹配之后 自己随便调解一下 然后添加到时间之后 就可以了 这是自动音乐 自动音乐 大家知道有自动音乐 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我们正常的话 做视频 很多音乐都是我们自己 下载的一首歌 或者一首其他的一个背景 背景音乐 直接拉进来的 自动音乐用的很少 好 谢谢大家